大家好,我是主播小蜜,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记得2016年到2017年左右,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政策了,当时很多跨境行业从事者,小老板们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敢不听美国的话,按美国的要求来做,不然跨境生意就没法做了,到2018,2019年中国跟美国强势杠上, 在美国市场之外,中国开拓了更多的其他国外市场,小老板们才反应过来,中国跟美国打贸易战,是一场不得不为的事情,扛过去了,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和一家能力,以后也不是美国想制裁就制裁的了,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妥协,那么在经济贸易上,我们就只是廉价的中国工厂,没有一家能力,任别人搓圆捏扁,从旧远时期的人权攻击,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设定各种规矩条框, 到现在的经济封锁,政治对抗,美国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发达程度和各项实力远超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呢? 经历过2020年新冠疫情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抗疫措施的中国人,被美国贸易政策反复折腾的中国企业,现在都空前团结,坚持国家立场,与美国抗争到底, 而英国学者马丁亚克,多年赴亚洲各国讲学和研究中国之后,出了两本有关于中国战略研究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在书中,作者从多个方面和维度,阐述了西方文明的崛起美国的称霸,《中国的崛起未来的世界格局》,我们也能从这两本书中一亏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崛起的原因,英国学者马丁亚克,1945年生,是伦敦经济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据作者回忆,对东亚的研究热情起源于1993年对该地区的一次访问,之后马丁教授曾在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各地 知名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采访了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美国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崛起,马丁亚克认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而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国家设想相距甚远,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设想的不太一样, 马丁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以及实现市场自由,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 一旦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他的附属国没有做出符合他们设定的变革,美国和西方世界就会将他们的价值观和条约强行夹在别国身上,有时甚至采取武力等极端手段打幅,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中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巴西等,与西方世界设想的发展进程并没有不同,直到上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腾飞与西方国家设想的基本趋通, 但内部仍然有本土化的力量在撕裂西方世界的影响,而中国走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政治体制、文化体系与西方国家迥异,苏联解体后,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也会走上一条西方化的道路,但是中国不一样,政治上,共产党领导中国,多党协商,不像西方议会决断,多党竞争,经济上,在上世纪末的后二十年里,迅猛发展,成为世界排名前时的 经济体,这完全超出了西方世界的流行的经济发展模型,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里,不可控了,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长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马丁教授认为,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共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历史就很独特,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失,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以与二十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上世纪初经济快速增长,上世纪下半夜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有关,据经济史学家估算, 美国一国的GDP占全球份额量,在1913年占比18.9%,1950年上升到27.3%,1990年代仍占20%以上,而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国际贸易都以美元来结算,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 美国的科研成果日新月异,远得如原子弹清淡的研究,进得如登陆月球探测火星都颇有成效,先进军事装备的研究让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变及全球各个角落,超强经济实力让美国享有了超级大国的利益一百多年,为了长久保有这种权益,美国付出了他们所谓的政治努力,通过先进的现代化的力量扶持各个国家和区域的亲美力量,帮助听话的这些地区实现现现代化, 不听话的先制裁,必要使使用武力镇压,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率基本保持5%以上,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甚至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这极大的带动了周边国家甚至亚非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国把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从经济衰退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一边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一边向中国输入高价的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 中国巨大的内需和出口量,让中国经济焕发勃勃升机,虽然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上和美国无法相比,但是中国已经超越澳美国家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现在全球经济引擎。 近年来,中国经济自信越来越强,航空航天研究获得长足进步,天宫、天问系列航天产品成功飞升,互联网、物联网、IT科技融于人们日常生活,科技让生活更简单便捷。 国际贸易中,与美国制裁的国家产生贸易时,直接以人民币结算。 2018年以来,美国实施严格的贸易封锁政策。 中国靠拉动内需,联合亚非拉美等国家,经济发展略有影响但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性,而美国经历过巅峰性的经济增速后趋势放缓,就业率一直为其国内诟病。 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美元一统全球的局面逐渐出现裂痕,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全世界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沉上。 超级大国美国立马调整中国策略,近年来的主题都是对抗。 马丁教授曾说,中国不是个国家,而是伪装的文明。 怎么说呢?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国家。 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源源,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大文明已称古。 而中华文明历经解难,到现在仍然焕发不欧多生机。 文明国家所塑造的政治和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有着明显不同,统一的思想在文明国家根深蒂固,但它又能包容一个多元化的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先发展的文明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行朝共制,主张和平并起战争。 而海洋文明的显著特征是侵略性,从世界新航线开辟之后,全球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丧失主权。 而进入新的世纪,国与国的关系,战争逐渐弱化,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约束,依然保有海洋文明的侵略性特征。 而中国始终保持和平和负责任的国际关系政策,在东亚、北周和中东建交国家中,中国生育良好。 张谦初始西域、建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的兴趣不在于探索未知的地区,而是让已知世界的人们了解中华帝国的存在和伟大。 正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让其向心力和渗透力非常强,并且可以一代一代相传并保持活力。 又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相互融合发展,使中国的发展完全出乎西方世界所料。 其实,美国不止不能容忍中国,它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和文明超出它的控制。 挖以冲突、海湾战争,进入21世纪对伊朗、土耳其的制裁,每一次战争和冲突都有美国干涉其中,炮火纷飞战地人们流离失所,横加干涉多国内政治是全球局部内乱不断。 联合国旗帜上飘扬的和平友爱宣言在霸权主义面前虚弱无力。 能看见的50年甚至百年内,中国没可能一步登天赶超美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抗将一直伴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我们要做好准备,在对抗中寻找机会,谋求自主发展。 百年后及百年后的未来,中国是否能够统治世界? 对于当下奋斗的我们来说都是虚的。 它是搞生产,过上复族的有信仰有希望的生活,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静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